歡迎光臨 他們在這個行業之前 有幾個很有名的心理諮商師 跟心理醫師自傷 對 我們算是高風險 所以我們有一個課程 我們都要一起去上 自己去自上 可是你怎麼看起來那麼正常 哪有 老師 我要爆料 剛剛這位老師還跟我說 燕麗 妳會測字 妳幫我測一下 我怎麼樣做還可以更好 對啊 妳都幾歲了 妳還要這條 太卓越了 第四個是什麼呢 搶功勞 我也遇過一個這樣 也是這麼妙的一個主管這樣 他很奇怪 就是他常常 因為你知道主管有時候 叫你進他的辦公室的時候 你是不能拒絕的 因為可能他要跟你 討論一些什麼案子 然後他就特別喜歡 就是把大家叫到他的辦公室 叫到辦公室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剛剛可能跟總經理開會 那我這個主管 我這個主管 然後這個主管中間 還有一個主管才到總經理 然後我們就會被他這樣叫進去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來 你剛剛在總經理 我們跟總經理開會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什麼 然後我們就說什麼 他就說你真的沒有注意到什麼嗎 好 那這樣我對你的觀察力 感到非常失望 那你久而久之你就知道 其實我後來就知道說 我一定要墨背 就是你知道總經理講到 關於他的任何的一小段 他是要你去講那一段 在講他的好 對 他其實也沒有講到他的好 他就會跟你講 我就會墨背就說 OK 他剛剛總經理講了一個什麼 他就說好 那你知道總經理的意思是什麼嗎 然後你知道我久而久之 我也就知道了 我就說總經理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上面那個主館沒做好 就是你做得比較好這樣 我後來我都知道 我都會了 那後來 後來我就會這樣講完之後 對 我本來不知道 我參透了很久 練習很久 總算摸到他這個毛 我知道他是要這樣做 然後他就會差不多 從下午3點開始 一直跟你分析到5點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 我們上面那個大主館 多麼的不好 這個職場我跟你講 就像一個職場的甄嬛傳 好險 我都有看書 他旁邊就有一大堆書 拿出那種書叫什麼 職場甄嬛三十六記 然後什麼厚黑學 什麼一大堆 他就說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要我看 來 你一本... 我明天再來問你 就說你們看了什麼 他差不多就把你這樣 留到5 6點之後 然後就說好 那你們就繼續加油 那我先走了 他說每天都早退 就5 6點的時候他就離開 然後我們又繼續加班 職場上就有很多人 是靠不停的吹牛 不停的碰轟 然後一路升官雜星 最近就是有一些新媒體是說別 因為沒有找到獲利的營運模式 大部分的記者 或大部分資深記者 我們都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人都很優秀 可是就那麼 其中有一個人 我們都覺得 他真的是被資錢的好 怎麼說呢 這個人真的是很惡劣 就是說 每次像 我是沒有給他帶過 就是同業的情況是 同業的稿子交了之後 這個人他就會幫他加一兩句話 然後就把這篇文章 同時把他自己的名字也灌上去 就是一篇文章掛兩個人名字 對 這是幹嘛呢 表示 他有功 對 他有功 就表示他寫了好多文章 表示他採訪了好多好多對象 所以他的年底考記就會比較好 一直到有一次整個事情比較康勢 因為有一次他又看了 下面記者交來的稿子 然後他自己又擅自加了好幾段 其中一段是一樣 就是那個記者他寫的 他是去採訪一個上市公司老闆 然後上市公司老闆的文章裡頭 他就寫到說 他幫上市公司老闆 自己加了一段話就是 我非常不屑我們的競爭對手 他有很多東西都是Copy我們的 因此我決定要提告 可是人家根本沒有這樣寫 他要聳動賣家 對 他覺得他加這一段 一定有賣點 不是 是有賣點 他覺得反正上市公司老闆 那麼忙 誰會一天大晚來看我們雜誌 來提告呢 所以他就覺得他只是為了銷售量 沒想到 對 沒想到 其實很多上市公司老闆 養了一缸子的律師 真的 像郭董聽說就養了200個律師 200 200 那是當年的數字現在更多了 反正文章就是登出來之後 受訪者就說我沒有這樣講過 而且這樣顯示我很小氣 而且我根本沒有這樣講競爭對手 當然就是所有的主管就很緊張 就跑去問這個記者說 那你是這樣寫嗎 記者說不是 真的不是我寫 他就把檔案叫出來看 證實了真的是他的主管家 因為他的主管本來一直否認 就一直說這 這就是你寫 因為這可能會吃官司的 對 反正後來他的主管承認了 所以這件事情才不要抗 對 剛剛艷麗說到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要避免這種豐功偉業 搶走你的功勞 或是把不好的東西放到你身上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分工 角色 還有所有的記錄都要留存 另外一個直接溝通 直接跟最高 你最重要的主管溝通 而不要透過它 那這樣就可以避免 你功勞被搶走 也可以比較自保一點 自保 對不對 要特別小心 祝大家工作愉快 謝謝四位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